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晶圆代工服务数据显示, 2023年第四季度,全球晶圆代工行业收入环比增长约10%,但同比下降3.5%。 尽管宏观经济持续存在不确定性,但在供应链库存的带动下, 该行业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触底反弹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领域的捕获需求。 PC和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都出现了紧急订单,特别是在Android智慧型手机供应链中。 台积电在2023年第四季度继续领先代工行业, 市场份额为61%。 该公司公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高于预期,较第三季度59%的增长,显着增长。 得益于回答对AIGPU的强劲需求,台积电5奈米产能利用率达到满负荷。 与此同时,苹果的iPhone15继续推动领先的3奈米节点的增长。 这两个催化剂贡献了7奈米以下节点的收入, 占台积电本季度总收入的约70%,展现了该公司的技术竞争力。 随着台积电CoOS产能的增加,预计2024年,人工智慧需求将保持强劲。 同时,代工市场非常接近半导体库存周期的底部。 Counterpoint分析师Adam Chong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, 台积电将成为人工智慧大趋势和逻辑半导体需求复苏的主要受益者。 随着智慧型手机捕获的持续进行, 三星代工厂在2023年第四季度仍占据第二位,市场份额为14%。 正如Counterpoint所言,三星S24系列初始预定量的激增, 预示着三星5奈米4奈米的收入贡献。 在成熟的节点代工厂中,格罗芳德和联电的业绩均好于预期。 2023年第四季度各占6%的市场份额。 然而,两家公司提供的2024年第一季度指引疲弱,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需求疲软和客户库存调整, 尤其是在汽车领域和工业应用。 数据指出,中芯国际2023年第四季度市场份额为5%, 7奈米、10奈米、14奈米产能利用率保持较高水平, 预计短期内特定智慧型手机相关组件包括TDDI和CIS的紧急订单将会增加, 但由于需求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, 中芯国际对全年前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, 这与其他成熟节点代工厂的保守前景相呼应。 即2023年急剧下滑之后,随着库存持续正常化, 代工行业预计将在2024年恢复增长轨迹。 Counterpoint表示, 人工智慧需求的强劲和终端需求的温和复苏, 将成为2024年该行业的主要增长动力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大举招募人才, 近三年共新增余两万人, 令其他企业未找不到人所苦。 台积电欧亚业务资深副总经理侯永青表示, 应扩大半导体产业人才库。 关于人才有质于量两方面的问题, 其中量是比较重要的问题, 各家企业都有训练提升人才制的做法。 对于外界认为,台积电在台湾找太多人, 让其他企业找不到人。 侯永青表示,这样的说法太过夸大, 台积电每年估计有两千三千人离开, 他以前许多部署到联发科等公司。 其实,台积电为台湾半导体产业训练非常多人才。 侯永青还提到, 成立半导体学院,不足以解决人才短缺问题, 应让更多高中生及女性更了解半导体产业, 愿意加入半导体产业。 侯永青谈及,台积电在提升人才制的方面, 做不少努力,不仅发给博士生奖学金, 一年新台币50万元,鼓励继续做研究。 此外,为让教授无后顾之后, 台积电不仅增加与教授合作计划, 计划金额也提高。 针对国际人才方面, 侯永青说明, 透过与学校合作, 引进国际学生, 并让其余毕业后留在台湾。 此外,公平看待海外PIM的团队, 会有更多人才可用。 侯永青对于学生未来求职提出建议, 表示要喜欢选择的产业、公司及工作, 否则无法持久, 同时要努力, 才能够有杰出表现。 此外,要终身学习, 并具备调试变化的能力, 因为未来世界会很大变化, 这能力越来越重要。 侯永青强调, 产业界若只看谁在台湾抢得较多人才, 是不健康, 没有前途, 对产业有害, 应该扩大半导体产业人才库, 这样才会建构健康的环境。 侯永青透露, 台湾如今成为全球半导体重镇, 在少子化的情况下, 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半导体产业, 是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, 未来十年持续领先的关键。 另外, 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业绩有望从下半年开始加速成长, 今年出货量渴望大增两倍, 明年再翻倍, 主要受惠辉达, AMD级英特尔等主要客户晶片升级潮, 此外, 来自苹果的订单也可能增加。 彭博分析师预期, 英特尔与辉达的晶片升级, 有望从下半年开始, 带动台积电三奈米晶片制程的销售大增。 2024年出货量有望增长两倍, 2025年再翻倍。 台积电正持续扩充三奈米家族成员, 在日前举办的北美技术论坛中提到, 去年是三奈米技术进入量产的第一年, 今年迈入第二年, 并推出较N3制程效能显著增强的N3E制程, 而且不会止步于此, 也将推出密度效能更高的N3P制程, 以及锁定高效能运算的N3X制程。 分析师指出, 台积电的N3制程是目前投产的最先进节点, 虽然第一季的三奈米制程销售季减32%, 占总销售比例为9%, 但第三季度期又往强劲复苏, 从而实现今年的三奈米制程收入增长目标。 力多除了包括即将到来的个人运算装置晶片, 即从手机到桌上型电脑的升级浪潮, 还包括辉达等公司设计的高效人工智慧AI处理器, 见受关注。 在库存调整后, 高通和联发科将分别对下一代行动处理器进行技术升级, 来自苹果的订单也将增加, 因为苹果可能在所有新款iPhone和iPad采用300米处理器。 英特尔可能用台积电300米制程, 生产即将推出的AeroLake和LunerLake个人电脑处理器, 将进一步提高台积电金明年3奈米制程出货。 台积电表示, 最新的3奈米制程N3E耗能比5奈米制程改善12%至30%。 分析师预计, 3奈米制程的价格预估将大幅高于4奈米制程, 将对台积电的代工收入拥有重大贡献, 使台积电2025年的晶圆代工收入大增26%, 从而带动台积电2025年营收增长26.6%, 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19.6%。 此前有消息称, 由于苹果、辉达、英特尔、高通、博通、研发科 这六大客户的人工智慧、AI、高效能运算、 HPC晶片订单量大幅增加, 台积电300米产能到今年年底前都排得很难。 而且,台积电目前正在加速扩张其三奈米代工产能, 预计将从去年的6万片增至今年年底的10万片以上。 法人指出,台积电去年开始量产三奈米制程后, 今年量率至少已提高至80%, 且随着六大客户今年陆续开始大量投片, 有望使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的产能利用率充到80%以上, 而且有望一路需求旺盛至年底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